搜索奶妈就出现二十几条相关信息 这些奶妈都说自己奶水充足 其中一个叫小波的女孩 说自己今年23岁刚刚生完仔 想找一份喂奶育婴的工作 记者联络到小波的丈夫 她说太太喂奶的费用是八千元人民币 如果交易达成会优先喂养故住家里的小朋友 自己的BB就饮奶粉 记者又打给一家家政服务公司 奶妈的月薪要一万五千元人民币 在调查中发现市场上家政公司提供奶妈服务价并不多 原因是风险太大 医生说BB的免疫功能还未发育完全 必须选择最安全的食品 比如说患有某些疾病 或者是在检测的时候没有检测出来 这些都可能会存在的 那么我们为了避免这些情况 我们最好是选择最安全的营养方式 就是选择适合零到六个月月龄的配方奶粉 医生说现在对于市场上奶妈的健康检查 没有同一标准 一旦小朋友的健康出现问题 很难分清责任 建议家长慎重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